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球温度上升 许时多度温度超过四十度 确实经常讲的没错 鼻清凉齿 鼻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气候清凉 是包连在前 刀山在后卧 这两句话是警惕我们 确保连池在我们前面 我们是向前走还是往后走 要往后退呢 刀山是地狱 这是说点真实话 我们今天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肯定堕地 你只要细心 冷静 去想想我一生所造的业 不错 是造了一些山业 也许山业造得很广很大 可是用的是什么心 如果没有丝毫为自己 全是利他 没问题 你做了真好事 如果做再大的好事 里面的目的是自己的名文里 那就是多地 为什么 因为你打着三宝的旗号 三宝旗号不能随便打地 用三宝旗号来搞自己的名文里 不论大小 统统是无间谍 我们要知道啊 因果这种事情 说得容易 要想透彻真难啊 一应果报丝毫不爽 尤其是信徒 信徒这点供养不论多少 它是对三宝的公斤 对三宝的祈求 希望能够消灾灭难啊 那我们接受这个供养 有没有能做到 应光大师一生 在世为我们做出的实现 社防共享 他一分钱都不敢用 老人一生的生活 闭关 生活破素 一件衣服穿几十年 日常生活跟常驻大众 完全一样 没有特别 祖师做榜样 来跟我们看 我们看了有没有求 有没有警惕 如果没看出来 粗心大意 我们将来堕落 不能怪他 他已经实现了 已经讲清楚了 我们粗心大意 没有看清楚 没有听清楚 自以为修计很多功德 佛法里头说的非常之好 不是假话 佛有佛保 罪有罪保 哪一个在先 哪一个在后 那就是与缘不同 这个云 我想来想去 应该是最后一念 最后一念 如果是贪嗔痴慢 就散途去了 最后一念 还想到利益一切众生 人听佛保 最后一念是福 那是非常不容易 为什么呢 我们不仅这一生 过去无量借来 跟一切众生 借多少愿 是 缘亲借主 不是这一生 深深深深深深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见到好多 你看道场里 都常常看到 复生 一问他这个 复生的这个灵 有的时候 好多事之前 跟他有过节 现在来掌握他修行 在这种状况之下 麻烦可大了 不要以为 我们现在没遇到 没遇到什么 我们有余福 我们还有点佛报 没想进 你有佛报的时候 他 躲避你三分 他在旁边等待着 等你佛报 降尽了 你的好运走完了 他就来了 那个时候 你来不及了 我们看到 有一些同修 在道场 被附体 你看那个状况 你看那个状况 多难过 多可怜 那是什么呢 佛报降尽了 为什么前几年不复生 余福没进 他还在走好运的时候 好运走完了 云青带住全来了 这两句话了 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 报连再见 刀山在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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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